今天还是焖螃蟹 放点冷开水进去 不要放多10分钟 焖10分钟的水够多了 大概也就是一小碗半 一小碗半的水 等一会儿水也烧干了 也熟了 那焖出来的更好吃 我不拿来蒸 很多人喜欢拿来隔水蒸 蒸的不好吃 这样大概蒸 上面放了点生姜跟葱 然后我撒了一点点盐 给他们做一做沙滩 一会儿他们就会在里面跳舞了 开始跳舞了 今天买了一个三文鱼 准备拿来做清蒸三文鱼 平常都是吃煎的嘛 一般都是拿来 换到锅里煎一下吃 清蒸的其实也很好吃 这块三文鱼 7块5毛9 一半 这个还不到一半 7块5毛9 差一点才一半 撒上点盐 撒上点盐 切上点生姜 最主要的就是生姜 还是餐馆的刀 用家里的刀很不利 多放点生姜 去腥味 把这葱段也放进去 把这葱段也放进去 蒸的时候它都不掉 怎么现在还掉 都不大 今天盘鲜又不大 就头一次买的盘鲜大一点 把鱼里面放点酱油 鱼里面放点酱油 先我给它包一下 这样等火蒸的时候 水蒸气不会到里面去 切一点葱丝 清蒸鱼的还要拿来泼油 然后把葱丝摆在上面 一点油浇一下 再刀 把鱼放进去蒸 蒸15分钟 就这样热水蒸 烙钟响了 一会儿倒进 15分钟 油烧热了一会儿倒进 倒在 把刚才切好这个葱花 把它倒上去 葱白 炒菜 我这个油浇在这个鱼上面 葱上面 可以了 不要太油 太多油了 准备炒菜 刚好这个油过来炒菜 放入冰箱 鱼 螃蟹 鱼 好了 煮好了 这今晚汉的火池 这个是炒娃娃菜 这个是螃蟹 这个是清蒸山本鱼 今晚三碗菜 就我跟儿子在家吃饭 准备吃饭了 今晚做了三个菜 儿子还在玩游戏 不管他 我先吃饭了 这个三碗鱼这样子清蒸一下 然后破油一下 很好吃 鱼很嫩 你们也可以学着坐着吃 又很简单 放锅里蒸十分钟 十到十五分钟 最多一般是十二三分钟就可以 蒸完之后 切点葱头 放在上面 过油一下 油不要太多一点点 把葱头不焦香了 就可以了 然后换点 如果有蒸鱼是油的话 换点蒸鱼是油 就可以 味道就很好了 这白菜肯定是不好吃的 因为家里的火不行 煮白菜不好吃 还是要餐馆那种大火煮出来好吃 点 discussing 鱼餐馆 鱼蒸鱼 红都是咱叶 鱼 electronic 鱼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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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看螃蟹 螃蟹这两次买的都不理想 我觉得都没头一次买的好 头一次买的 超级好 这个也还可以 高也很多 不知道掰断了 红红的都是高 高蛮很多的 你看 儿子玩游戏完了 根本顾不上吃饭 等他游戏完了差不多了 下来了才有空吃饭 我要认真的吃饭了 今天的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喜欢我视频的朋友 请关注我 点赞评论转发 谢谢大家 祝你开心快乐每一天 按你们哦 拜拜